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是一百个左右了 一百个博客里面呢 当然这个评语的人很多 有的人有称赞的 讲好的 感谢的 那这些我就不谈了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各位 其中我只发现有两位 这个对我有所批评的 那我想不做回应呢 可是很多事实还是讲 讲明白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想既然如此 我就做一个回应 这里面有四点 有两位网友 我想大概是很年轻的小朋友 一个是西安的 一个是北京的 他们这个说话都蛮冲的 第一 他批评我 没有去美国 冒充去美国那种感觉 那这个恐怕我要说明了 我两次在美国都待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次就是去美国念书 在波士顿 柏克林院学院念书 五年 我有五年的成绩单 而且你们看照片上也有 在柏克林五年 第二呢 我有移民 美国去了五年 在亚特兰大 乔治亚 我有绿卡 所以我想 这个 这样说法就 与事实不符 所以我要做个说明 当然去不去美国没什么关系了 不过我要说明一下 我确实在美国待过十年 第二呢 他说我不懂音乐 这个我很难讲了 什么叫懂不懂音乐 我想请两位小朋友去看一看 我的挑战音乐示范 那假如不懂音乐的人 恐怕很难去挑战音乐吧 请你们把那 所有的挑战音乐看完了 就知道 仔老师懂不懂音乐 第三呢 我在这个爵士音乐里面讲到 爵士音乐是在 Blues的后面 就是先有Blues 后有这个爵士 爵士是会受 Blues的影响 可是他们认为不是 他们认为 Blues应该在爵士后面 先有爵士 后有Blues 这是他们两位认为的 我想请他们两位去问问 其他的人 问那个行家 看看书 这个恐怕这个错误错大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黑人从这个非洲到美国 那他们的祖先就把非洲的旋律带到了美国 那他们在那个做黑奴的时候 不管棉花田还是矿工农场 那他们那种心情不好就把他祖先教他那些东西 一代传一代唱出来 相当于民歌或者是新生 那些东西就是产生了Blues 这很早就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Blues几乎没有确切的考证 到底哪年开始没有 慢慢形成的 就是他们的一种这个文化了 比爵士音乐早很多了 而爵士音乐形成应该是这个二世纪初 最标准的应该是从纽尔尔连爵士和迪克斯尔连爵士开始 那比这个晚很多了 那再早一点从那个rag time算起来的话 也没有那么久 所以Blues比那个这个Jazz要早 所以先有Blues 后有Jazz 再后有Rock摇滚 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两位小朋友去问问行家 问问别人 大概就不会这个问题了 如果真是我讲错了 那我愿意虚心受教 并且道歉 还要请你们两位吃烤鸭 一定没有问题 第四点呢 这两位小朋友说我不懂觉的即兴演奏 这个我要说明一点 第一我在Berkeley 读过即兴演奏的课程 我的老师是美国著名的角色音乐家 Jan Laporte 这个 我回国以后呢 因为我在教这个东西呢 所以我前后编了 有20本即兴演奏的教材 我收集了有这么多东西 20本写了 欢迎两位小朋友到我家来参观 看看是不是即兴演奏的东西 即兴演奏的教材 即兴演奏的方法 即兴演奏的观念等等 这是我的不管是学的经验的 第三点呢 我亲身带过台北爵士大乐团 演奏Big Band 标准的17人组的大乐队 中非爵士大乐团 菲律宾最好的好手 台湾最好的好手组成的 中非爵士大乐团 带领他们 那么也中间一定有爵士 即兴演奏 我也带过明星爵士大乐团 台湾的所有的乐师 明星组成的大乐团 那么演奏 和这个什么即兴 这里面都有即兴 所有的爵士大乐队 一定有爵士 另外我也带过 台湾的大专爵士乐团 都是各大学 专科学校 大专院校的 学生组成的绝世乐团 带过他们 也是出来表演 那里面一定也有即兴演奏 那我还带过 台北最好的明星 绝世乐团 台北绝世乐团 那当 当代现在还在的一些明星 从萧东山 苦瓜 阿娇 古王 这都在这个里面 最好的明星乐团 我也带过他们 那 这些明星 当然一定要即兴演奏的 所以我这个即兴演奏的经验 蛮多蛮多的了 实际的经验 那我想 这两位小朋友 可能没有在大乐队 或者正式乐队里面 演出过 他们都是玩那个 小的那个group 我们不叫乐队 乐队应该要两组 至少六个管 再加上四个节奏组 十人以上才能叫乐队 小的话只能叫combo 那我想 是否在combo里面演奏过也有问题 如果只能在节奏乐队 或者加一个管 而是吹这个real book里面的东西 拿一个曲子来 每个人都一样 然后大家轮流吹一个旋律 吹完了旋律又开始即兴 那这个就是属于那种 吹peace的 我们叫做吹peace 就吹一条歌一条歌的 或者拿到real book 大家都一样的 然后一起 bass弹bass 吉他弹 call的 钢琴弹 call的 或者有个唱 或者有一个吹的 一个管而已 这里面根本没有编曲的东西 这个即兴 就是像那两位小朋友讲的一样 但我现在讲的是 有乐队的时候 三个人以上的乐器 combo 小乐队 大乐队 那即兴 即兴有很多种方法 第一种是有背景的 写好的 background的 和声的背景 或者节奏的背景 只能给你做即兴 第二个呢 有counter line 一个即兴 加上一个对位的旋律 或者是做这个 持续对位 或者是一个 叫辅咒的对位 就是ostinato 这种对位 就重复一个东西 一个音形 或者是呢 两个乐器 一个诅咒 一个即兴 对位 就是用两个乐器 一个即兴 一个对位的方式 也有 就是纯粹个人solo 没有这个背景的 刚刚是讲 有各种背景的可能 一个就是纯粹solo的 那个人solo的又有 可能按照和弦 那就是按照这A段 B段的和弦 因为全部乐队 你又要做这个和声 你按照和弦做旧行 或者没有和弦 就是给你个吊石 请你做八小节 或者十六小节 或者再长一点 三十二小节 给你多远 你看那个乐谱上这些 多远 三十二小节 或者是 雷电十六小节 等等 就给你个 没有和弦了 你要自己来了 就是按照那个 吊石的方法 你去处理这个旧行 还有就是 我们这一段空了 在反一遍两遍以后 要开始旧行 干脆来个blues B flat blues 两遍 或者一遍都可能 就纯粿 自己吹 也可能是怎么样 这两个歌曲之间 来一个 现成的歌曲的节奏 不是这个原曲的节奏 现成的歌曲 比方说 大家常常用的 I got a reason 这个歌 大家都知道 Do la race 这种节奏 OK 我们吹这个 然后把这个歌吹变 那这个就是 有很多种分配的方法 事先讲好 怎么玩这个东西 那当然最 最新的就是 所谓的 Open Solo 就是完全有他个人 那甚至一个一个的 吹完了都下来了 只剩下一个鼓手在上面 然后他一个一个 再上去等等 所以基金有很多的方式 很多的花样 不是他们现在说这个 吉他 这个rock band里面 这种方式 吹real man 不是 吹real book 这种 piece 大家吹同一条歌 同样的和弦 这种东西 要每个人吹不同的 这个声部 要按照套谱 那么我们在大一段里面套谱 他也写好了 哪一段 这个 吉星 假如你没有 指派的话 应该是 小号的第二 第二小号 吹这个吉星 或者是他上面写 sex 那就是第二 sex就是tenner saxophone 吹这个 或者长号的话 第二长号 吹这个 当然我们通常是指定好 就是你 这一段 你吹 这段他吹 在big band里面 不用吹太长 因为big band里面很少 很长很长 吉星演奏 没有 他本来说 规定这里面是 哪一段 要吉星演奏 你要先指定好 那小一队 比较自由一些 那combo就更自由了 combo我们也可能 大部分就是一个高音 小号完了 一个低音 一个小号 一个 saxophone 或者一个长号 或者一个 让他两个 音色不痒 或者一个吉他 一个节奏组 一个管乐组 或者一个sex 跟一个管乐组 有很多种 不同的方法分配 或者假如都要 八个人都要 那就可能 从高的开始 到低的 通常这样 小号 auto tenor tambon 然后吉他 钢琴 bass 到最后一个鼓 通常是这样 蛮多方法 蛮多方法的 那至于里面的那个 这个 用什么东西 用什么材料 有什么管的 那更多方法了 那我们就不提了 就是我们光讲一个 极星演奏 不管它的形式也好 那方法 很多种 不是像这两个小朋友 讲极星演奏 一心按你们那个方法 就极星 那这个指定的乐段 也不一定 就可能这个 32条节的歌曲 请你来 A段 AA 到B段变了 就不要再吹了 就是A 十条节 那当然可能 一个人一段 那A段一个人 AR另外一个人 B段一个人 或者这种情形很少 大部分的AA是一个 到B段以后 换了 就不要了 那大家一直A段 两个三个都是A段 完了到B段 换音乐风格 进入这个乐队 或者呢 就整个歌 假如24条节 那就是A段 你来一遍 叫One Chorus 或者输得很快 就是Two Chorus 两遍 就是指定你哪 两遍 或者这次这个歌曲 即将两个人 那就先哪一位 Auto Sex 然后接下来就换一个 Guitar Bass 或者是Saxphone等等 这事先指定比较好 那临时 有的时候会抢 有的时候爱信 他就抢先这个极性 那时候比较会乱 不好 所以最好在 整个演出之前 大家讲好 哪一个极性 哪一个先 哪一个后 比较好 所以大家有这些可能 所以极性 就满多满多的华 就是方式 这个做法 做法有很多方式 至于极性里面的内容 那就更多了 我从前讲过了 我跟老师讲过 多久把极性学好 他说lifetime 终生的时间 所以极性 也是一个大的学问 如何创作 把你的知识 把你的技巧 能够发挥出来 这可能一辈子 都要学习的 我希望那两位小朋友 还要加油 有问题 直接打电话 跟我联络好了 OK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